夏靈敏老師 剛剛院長們分享的是 83年以後的夏靈敏老師 我現在要分享的是我進大學這一段 就是民國79年到83年這一段我認識的夏老師 夏老師對我印象中的他 就是在登山社擔任教導老師的他 所以我今天用登山社的社團的眼光 來介紹這位夏靈敏老師 那夏老師他曾經很謙虛的說 他總共指導登山社有十年之久的時間 從75年到85年這段時間 那夏老師很謙虛的說他只做了這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說他構思並且調整出一套 適合登山社的發展方式 因為我們地主偏遠的台東跟其他大學資源 還有學生人數是相當的不同的 那第二個他說他減少了不必要的束縛 讓社員可以發揮潛能 就像是我好了 我就在開演這一個稍微有社略 那還有其他的社員除了在登山這一塊 在賞鳥方面有一些學習 還有一些跟校外發展的交流方面 夏老師也給我們很多的方向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他覺得他有 可以有效的累積經驗擴展資源 為什麼這麼說呢 在他指導這十年的時間 東師山社從從來沒有爬過山 也不知道都藍山在哪裡 一直到他可以辦的 佳明府的五路會師 還有中央山脈南斷的種種 他等一下會陸續介紹 那一開始呢 其實都開東師院 這個登山社創立其實還滿久的 今年應該是第四十年 那夏老師接的時候已經十幾年了 已經創立十幾年了 但是一直停留在這個踏青的這個階段 那後來在七十八年呢 夏老師就很有遠見的 就開始派一些學姐 那時候應該算我的學姐 他們呢去參加救火團 辦了一些中級山沿活動 學一些技術性的回來 然後有校際的交流 像我們這個登山社的一位很大的社長 郭春夏社長今天就特地從台北來 那個阿霞學姐 如果東師山社一定要提到他 那再來八十二年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佳明府的五路會師 這個我有榮幸可以參加 因為我剛要踏出校 然後這個會師成功大家都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們全登山社應該不超過五十個 竟然可以辦五路會師 那再來八十四年是我們的全聖職 就是完成中央山脈的南斷送走 那夏老師剛接登山社的時候 他76年就會帶一些 他之前在建宗是登山社 就是有這樣的經驗 所以他來這裡成立登山社 76年他就帶一些學生一起去登高山 因為以前我們都還沒有經驗 可以去登高山的活動 那也有一些探勘 因為台東師院呢 就是地處台東這個地方 最好的資源就是這個海岸山脈 所以夏老師對海岸山脈這一塊非常有構想 然後呢陸陸續續的 當然也有一些 然後一位很重要的老師是楊彥翔老師 他的地圖啊 探勘能力很強 那由他們兩位的帶領 我們陸陸續續呢 把這個海岸山脈的 所有的一等三角 可以二等三角頂一一都挖出來 那夏老師呢 常常陪我們登山 這是巴黎完山的探勘 還有這個陳廣澳 新崗山都有他的足跡 他是東四三色所謂 登六個一等三角頂的人 那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八二年嘉明虎會師 這個五路會師 這是所有的人 那這個是全聖執行在這個 八四年完成的這個器材 那個莊山脈這器材 我叫剛出發的地方 有代理的夏老師 再來 我這次的夏老師呢 除了說他剛剛提到之外 他這個理念很好 就是建立了一些制度 譬如說幹部制 領對制 跟活動暴民制 那這個幹部制呢 很好來的 就是新社長 他呢 就要就是 他底下做事的是接老幹部 就是救了幹部 推了一個新社長之後 社長上任幹部還留著 那等到這個社長呢 熟悉了業務之後 然後再換掉新的幹部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 船接上都沒有問題 而且呢 大家很容易上走 那第二個領隊制就是 大二升新領隊 然後大三是舊領隊 大四升顧問 所以當你升上新領隊的時候 有老的領隊呢 可以指導你 那這個老的領隊 還有顧問的可以 就是可以詢問問題 所以我們在這個技術的傳承上面 都應該是說蠻結實的 大家都有一定的功力 那再來就是活動暴民制 等到三社蓬勃發展之後 很多熱門的高山活動 大家都擠過頭 那擠過頭 可是要考慮到三社的發展 你不能說 這個路線很有名 大家一握工去 幾個比較冷門的路線就沒有人 所以我們後來有建立一個暴民制度 就是開放民和給所有的人 不可以內定 這叫活動暴民制度 那除此之外呢 這個經驗的傳承 我們陸續有一些訓練的活動 譬如說初級三演 領隊演習 向導演習 這些呢都是在做經驗的傳承 有計畫的訓練 那第三個我覺得夏老師最偉大的地方 就是會把這個成長的足跡呢留下來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這個登山社十年的社刊 我覺得社刊怎麼長這樣自己心裡都這麼想 那夏老師他的心態是什麼 他講的這句話很好 好 夏老師這句話我非常的感動 他說人呢要忠於自己 穿拍當初的自己 也是成長的痕跡 所以那個走過十年的圖片我找不到 但是我經歷到了這個走過十五年 二十八年 就做得很有水準 這是我們的成長紀錄 今年要邊走過四十年 好再來 除此之外呢夏老師對未來非常的有眼見有理想 所以呢 他說七十五年我們才開始接觸海岸山脈 那他也很知道說 我們東斯德山社呢 在這個地主這個地利自變 沒有哪些資源是其他的登山社所沒有的 所以 像這個太坎他很重視 還有塑西 攀岩 還有這個 桑鳥 這些都是我們曾經嘗試過 當然有的是很成功 有的是陸續還在努力之中的 好再來 我們還有一個很 我也覺得很驚訝的地方 我們都從來沒想到 就是登山安全這部分 我們出一個隊 從來不會想說我會發生事情 我們都會想說我們一定會成功 那我們有各種不同的登坊 譬如說今天本來應該走兩天了 有了一天就衝回來了 那當然這個 事後都會開檢訪會 講說為什麼會這樣這樣這樣 那夏老師呢 他也一再的叮叮我們 說這個每個登山都有一些 可以允許一些嘗試 但是呢 不能跨越這個安全的門檻 所以他還有另外設了一個 叫做向陽基金 就是我們每次出活動就要 保留固定的比例 然後設一個向陽基金 以免總有一天 或者未來有一天會用到 所以每次活動裡面 我們都會提拨這個比例 來攻擊難救助之用 那再來夏老師給我的另外一個 跟其他社員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是社教系的學生 那在登山社這一塊呢 他讓我可以結合學術 之前呢 我做了一篇作業叫做 海岸山脈月里道的區位 與變遷的初步調查 就是結合我的登山興趣 然後去當地訪問 透過訪查的方式 然後透過找資料的方式 那講到這個找資料呢 我也特別的佩服下老師 因為820的時候 這個東台灣的資料 真的非常的少 他怎麼去收集資料的呢 帶了一個學姐 那時候他叫做研究助理吧 就是工讀生對不對 帶著這個黃玉玲學姐 分次到中央圖書館去印 然後那時候規定 一次不能把全本去完 一次可能印三分之一 所以這次去印三分之一 他就這樣慢慢慢慢的 把資料給收集回來 所以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只去過中央圖書館一次 其他的資料都是從夏老師的 這個東台灣研究會那邊 直接解取資料 所以我是應該說第一個受益者 夏老師也曾經帶我們西藏的同學 到各個地方去這個地理踏場 引起我很多的興趣 那夏老師呢 當然本身也常常 應該說個人贊助嗎 因為他有一輛吉普車 這一輛吉普車對我們的感情 也是非常深 因為呢 他那輛吉普車雖然小小的 可是可以塞很多人家背包 然後尤其是登花工山那一次 我就是裡面的一位乘客 因為他真的卡在爛泥巴裡面 我還努力把它給拉出來 這一輛叫做小紅 就是這一輛 那夏老師呢 在指導東台灣 那個山證的時候 就把這個海岸山脈做一個模型 然後我們就看說 哪裡哪裡 我們爬過山再來 這個模型也保留了蠻久的 這是海岸山脈的一個模型 這是他跟我們大家一起出遊的 那夏老師這樣的生活態度 給我們 我印象中的他 這段話是他給我們的 那我把這段話分享給大家 他說 我相信 每個山頭都住著一位山神 負責這座山的森林 在生生息息之間 展開每座山的風采 在有陽光的日子中 在有風雨的日子裡 選擇指揮自己的山 呈現如此多樣的面貌 以致每個山的生命 都是如此的豐富 也如此的獨特 那他常常 我們還有一個寶貝 叫做留言本 他常常在留言本裡面 留下一些非常動人的字句 因為實在太多了 我只有留下幾張 那今天非常文稿 其實也都是夏老師的文筆 全部都不是我寫的 都是夏老師的 這是我在這麼多很珍貴的留言本中 看到的他介紹給大家 然後另外特別要感謝他的就是 他在民國97年的時候 他回過頭來扣我們說 因為我們踏出校美金 大家都不聯絡了 但是民國97年開始 我們這些東思三色的校友 一個一個都回籠了 為什麼 因為夏老師說 我們應該組一個東思三色的校友會 所以從97年開始 我們每一年都會聚會 每一年 東 中 東部 中部 北部 南部 我輪郵的伴母已經臺灣繞兩圈了 今年第八年剛好已經伴完了 這就是 左邊這一張是 我主辦的 這個在台中的聚會 在清水這個地方 那右邊呢 是103人在台北 這邊當然都是有 這個東思三色校友服務的地方 那也感謝老師有這個idea 我們這些山友的感情 才可以再次的凝聚起來 謝謝大家